与議長何盛峰一同走出議會 郭台銘二十一號低調現身南投 外傳就是為了布局獨立參選 我今天出來 希望說有機會 給大家服務四點 郭台銘到南投 與國民黨無黨籍及民眾黨議員 還有鄉政是代表 政副主席農會幹部座談 會中郭台銘還自認 自己最有能力 為臺灣帶來和平 希望有機會為大家服務 身為南投旅婿 也會協助將南投農產品 行銷到世界各地 希望你的動算 結果郭台銘居然 他一出我想說 什麼叫做希望我能當選 我一定當選 那就表示他信心滿滿 資深媒體人黃偉翰 也還原郭董十六日 與前雲林縣長張榮偉會面過程 直指郭董對自己參選 很有信心 陸續拜會地方要角爭取支持外 也籌備了智庫 勢必在選戰中扮演重要角色 二十號郭董也在臉書談論 臺灣能源政策 不僅發表了對現行能源政策的看法 與未來自己對能源政策的規劃 還附上了六張精美政策圖卡 動作頻頻 也形成對侯友宜整合的最大內憂 郭台銘獨立參選傳聞 外界屋裡看花 藍營更是風聲鶴唳 而二十二號周四 郭董中午也要前往苗栗 慈玉宮參拜 勢必又會成為美光燈焦點 華視新聞另外 宇宙大祥張正傑南投報導 哈囉我是葉銘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時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